小龙虾有虾线吗 小龙虾是夜间大排档常见的宵夜之一 小龙虾和所有虾类一样是有虾线的 虾线是小龙虾的消化道 就是小龙虾尾部的那条黑色或青色的线 里面黑色的东西是小龙虾没有排出体外的排泄物 小龙虾属于杂食动物 在河底比较喜欢吃泥 并且喜欢吃已经死亡的小鱼或者其他水中生物 因此小龙虾的虾线中包含了很多细菌 在食用时一定要将虾线去除 小龙虾除了虾线不能食用外 虾头也不能食用 小龙虾的头中包含了它的内脏 细菌毒素很多 这些细菌毒素带来的身体损伤是比较大的